大家好,都说养蓝先养根 我们给兰花养根的同时呢 还要让兰花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才行 因为只有新根呢 它的吸收能力是最强的 它就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供给给这个兰花生长 但是可能会有花有反应 自己养护到兰花迟迟不长新根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机制的酸碱度不合适 兰花是喜欢一个偏酸的一个生长环境 那么机制的酸度大概就是在5.2到6.0之间 那么如果养护的过程中 这个机制过酸就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 如果机制过减就会导致兰花生长不良 无法长出新根出来 那么如果机制偏酸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更换这个盆土了 但是如果机制偏减的话呢 我们可以后期进行这个调理 在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在水里面加上一点这个EM复合原液 将这个EM复合原液与清水 按照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 再来给兰花进行灌根 因为这个EM复合原液呢 它是比较酸性的 它就可以调节盆土的一个酸碱度 让它更适合兰花生长 再加上呢 它还有一个触根的效果 可以有利于兰花更快的掌心根出来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浇水师肥的时候 经常这样子冲灌这个盆土 会导致盆土表面这些土壤啊 可能会被冲刷掉 然后呢导致蓝花的这个甲年镜啊 它基本上都是裸露在这个外面 那我们都知道呢 蜘蛛长叶芽呢 都是在这个甲年镜的芽眼上面长出来的 那么叶芽长出来之后呢 它底部呢 它要长出新根出来 但是如果你一直把它裸露在外面 那么根系它生长是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 也就是闭光的环境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光亮的地方 它这个时候是很难长新根的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 要适当的呢 把这个盆土啊 给它适当的买一点进去 这个蓝花的甲年镜呢 不能够完全裸露在盆土表面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浇水啊 或是湿肥的时候呢 盆土过湿 特别是盆土机制表层这个部位呢 过于湿润 长期处于这种湿润状态下呢 蓝花也是比较难长根的 因为我们经常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干长根湿长叶 想要长根盆土 特别是盆土表层这块位置呢 最好就是偏干一点养护 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更快的长出新根出来 所以呢 这就是南花迟迟不长新根的三个原因 这三个方面呢 如果我们调整到位了 南花自然就长出非常多的这个新根出来了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节见